中国东海以及南海海域附近近来主权争端不断 全球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今天在位于南加圣塔莫尼卡市 总部举行中国东海及南海问题论坛 邀请来自多个国家以及地区的海洋争端专家 就东亚和南亚的海洋主权争端是交换一件 日本近期宣布将对进入日本领海 但不符合无害通过标准的外国军舰 采取海上警备应对 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方应对中国军舰 进入钓鱼岛海域的新方针 在本月初中国政府在南海 永守交新舰机场进行试飞 菲律宾对此向中方提出抗议 并要求美国近期再次对南海海域展开巡航 海洋主权争端近年来在东亚及南亚国家 引起广泛讨论 参加蓝德公司海洋主权论坛的中方专家认为 各国应该加强对本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管理 整体来讲中国的民众还是比较成熟和理性的 先反从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在其他国家 包括在越南甚至出现了游行示威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一个 中国政府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他国家更应该解决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 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端中 台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来自台北的专家表示 台湾方面会坚持国际法处理争端 台湾即将信任的总统马英九 在任期内针对南海问题会否有更多表态 也值得关注 马总统来讲 他事实上已经在这方面是法律战 他有做很多的动作 包括要不要上太平岛 那要上太平岛的话 包括他信任之前 要不要像国际社会上说 太平岛它的确是岛 它有可以饮用的淡水 它上面有农作 可以有农作物等等 不同国际势力在东海及南海的新一轮角力拉开序幕 美国方面也有诸多部署 经济上有去年通过的TPP等贸易协定 军事方面 美国也有与菲律宾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等多项举措 专家对美国在东亚及南亚海域的核心战略进行分析 今年也是台湾和美国的大选年 参与讨论的专家普遍认为 在政治力量更替中 各国目前对东海及南海问题的策略 不会有明显改变 不过还是要等新领导团队正式就任后 才能以观后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